第八題,副圖中可以看出左邊的椅碗上,一個碳的氫被OH搶機所取代,則對圖中右邊的有機物的敘述何則正確? 我們有一個搶機OH,表示它是醇類,而圖上面會有兩個碳,所以表示它是乙醇,因此選項A說,右邊的有機物的結構是指的是乙酸,除稱冰醋酸是錯的。 那麼選項B說,右邊有機物的化學字可以寫成CH3COH,這當然是錯的。 首先,CH3COH是乙酸,而不是乙醇。 第二個,我們看到,我們上面的結構式裡面顯示有兩個碳,六個氫,一個氧,而化學字上面卻是兩個碳,四個氫,兩個氧,所以這當然是錯的。 選項C說,右邊有機物,碳上所接的OH可以解離,幫助容易導電成鹼性為電解質,這也是錯的。 我們前面請同學記過了,乙醇,酒精,它是不解離的,OH不會解離,它是非電解質,是容易成中性,所以選項C是錯的。 那我們已經知道,這個結構式指的是乙醇,俗稱叫酒精,易容與水,可以用來殺菌,所以選項株呢是對的。 因此第八題問我們說,則對圖中右邊的有機物的迅速何者正確,我們答案選的是株,右邊有機物為乙醇,俗稱酒精,易容與水,可以用來殺菌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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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